Hello 大家好 今集我來到英國南部沿海城市 迫茨茅斯 Potsmouth 我會介紹一下這個城市 例如它的歷史 還有在這裡住的生活開支 以及如果來旅行一定不能錯過的景點 請你們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給個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Potsmouth是英國漢普郡 Hamsher的一個重要港口城市 位於英格蘭的南部 有超過20萬人居住 Potsmouth是以它的龐大海軍基地而聞名 因此亦被譽為英國皇家海軍的故鄉 在皇家海軍造船廠 Potsmouth Historic Dockyard裏 至今亦保留著三隻世界文明的船隻 最早的瑪麗玫瑰號 Mary Rose 在1509年 由當時的英格蘭國王 亨利八世下令建造而成 它裏面裝有91支用銅造成的大炮 主要是用來與法國打仗 還有勝利號軍艦HMS Victory 服役已二百多年 它曾參與過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戰爭 和拿破崙戰爭 戰績非常輝煌 Potsmouth有良好的交通網絡 它的鐵路線直達英國南部各大城市 和倫敦的Waterloo車站 車程只需要一個半小時 Potsmouth都有商業碼頭可以去到法國和西班牙 是英國第二繁忙的國際旅客碼頭 有很多郵輪都在Potsmouth上船 我這條片是講我上個暑假在Potsmouth上船 去Out of White淮特島玩 我們現在看看在Potsmouth住的生活開支是怎樣 上這個Numbio網站就會看到世界各大城市的生活指數 在Potsmouth一家四口平均的每月開支 不計租金是要2398磅 而Potsmouth的平均租金是比倫敦的便宜很多 低過倫敦的58.3% 而這個網站也可以比較不同城市的生活開支 在Potsmouth你只需要682磅 即大約港幣6,844元 就已經可以維持到在香港要1萬元才能擁有的生活水平 因為Potsmouth的物價尤其是租金都是比香港低 租金比香港低五成 但如果在Potsmouth出街吃飯便比香港貴24% 這裡是Potsmouth一至五房物業的平均租金 兩房每個月平均租金1,363磅 而五房的平均每個月要2,322磅 我們今天從倫敦開了不需2小時便來到Potsmouth 我們旅行第一站是這個South Parade Pier 停車後沿著海濱長郎 一直沿海走上去,沿途的景色非常漂亮 第一站是South Parade碼頭 跟很多其他英國沿海城市的碼頭差不多 上面有些娛樂設施、酒吧和機動遊戲 在這附近還有一個South Sea Model Village 模型村 這個模型村有很多縮小的建築物、港口和城堡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天氣好,這個海賓長廊也非常好走 Posmouth海軍基地是英國皇家海軍三個現役海軍基地之一 它是皇家海軍最古老的海軍基地 皇家海軍近三分之二的水面艦艇長期停泊在這個基地 所以在Posmouth海邊走的時候都不時會看到英國的軍艦 在這裡一直走,就會去到我們今天想去的South Sea Castle 南海城堡 如果有時間可以去港術第二次世界大戰 洛曼帝登陸日博物館 D-Day Story Museum 還有水族館和遊樂場 第二站就是South Sea Castle 南海城堡 南海城堡前面這個燈塔 是在19世紀20年代在這裡建成的 現在仍然是用著的 我們就現在進去看看 你好 你好 你有在這裡之前嗎? 沒有 有在這裡建成的 南海城堡在很多戰役中都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防衛角色 在城堡建成之後的一年 即是1545年 法國就嘗試攻打在Posmouth對面的Out of White 懷特島 其實法國一直以來都想佔領懷特島 但最終他還是打不贏而撤退 Posmouth是一個重要的軍港 所以他與很多戰爭都有關係 例如兩次世界大戰和1982年的福克蘭戰爭 Posmouth都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在1997年6月30日 最後一任的港督彭定康和現在的查理斯國王 在離開香港時坐的北列甸尼亞號皇家遊艇 都是在Posmouth開出的 而這一程也是北列甸尼亞號的最後一個海外任務 到同年12月就正式退役 現在停泊在蘇格蘭的愛丁堡 開放給人參觀 South Sea Castle充滿歷史價值 而且免費對外開放 所以離開Posmouth都很值得來這裡參觀 這一支就是South Sea Castle 這個Castle裡的大炮 他們會把炸藥放進去 他們要在後面放 但是這個設計比較落後 而且又不準確 有時大炮會自己引爆 導致自己的士兵受傷或死亡 前面就看到Posmouth的觀光塔 旁邊就是一個很大的購物區 叫做Gunworth Keys 我們下一站就去這裡 去完South Sea Castle之後 我就來到這個超大的Outlet購物中心 Gunworth Keys 裡面是有很大的停車場可以拍車 這裡也有很多食物 有這些Nandos Full Wakamama Full Full 我們就來到樓上這間 連鎖月式餐廳Full 吃午餐了 致應還安排了我們坐在外面 讓我們可以享受這個這麼美的海景 這個就是越南春卷豬肉的7磅9 這個是冰 裡面有米粉的 再加牛肉 配上一個好吃的越南醬 我就叫做越南Full 11磅9 而我們坐的旁邊就正正是這個Posmouth的地標 Spinnaker Tower觀光塔 它猶如帆船的外形令我想起 杜拜七星級酒店Berch-Alarab 它有170米高比倫敦大笨鐘 倫敦眼更高 在塔內遊客可以腳踏全歐洲最大的玻璃地板 來欣賞腳底500呎下面的風景 真的都幾壯觀 這裏還有得開船仔 一隻船可以坐到最多5個人 只要12磅 剛才我們就坐在這裏上面吃越南河粉 這裏還有很多超棒的打卡位 這個紀念碑是向所有在海底執行危險工作的潛水員致敬 現在就讓我進去Outlet裡看看有什麼賣 這個99磅 這裏有多漂亮的顏色 有什麼顏色呢 有這個粉紅色也有 119磅 這裏是119磅 這裏是199磅 這裏是16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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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Pandora Ratley Pomehillfica也有 前面有UGG Superstore 現在我們會進去 這裏是20磅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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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鋪魯的裙子原價439元 現在150磅 French Connection 這條是44磅 這條裙蠻漂亮的 還有20% 這條本來是60磅 現在是39磅 很淡淡的裙子 短裙淺藍色 你喜歡這件嗎 這個爛衣 這裡有駕駛裙子 剛才鋪到有間條 很小的 又是這隻色 現在是深藍色 很流行這隻色 這個多少錢 70磅 現在49磅 我喜歡這件冷山 29磅 原價55磅 這樣綁 挺漂亮的 這條鋪 間條藍色 淺藍白 這條也很漂亮 這個風格 是長的 65磅 現在44磅 不過是size 6 比女人的牛仔褲 10磅 French Connection 挺便宜 不過是很細碼 Kalvin Klein 這條牛仔褲蠻漂亮的 看後面那條更漂亮 因為它有一個 CK的腰帶 這個是70磅 Ted Baker的短袖 下衣 挺漂亮的 80磅 原價125磅 這袋呢 這個膠袋 21磅 是摘 化妝品的 還有這些很多膠袋 30磅 59磅 本來96磅 對 這件也挺漂亮的 寫著GAS 還有黑色 粉紅色 這件牛仔褲 全部都是很經典的 89磅 原價140磅 還有可以搭配這條 牛仔裙 設計 89磅 原價呢 不知道 140磅 是 這就是Round Tower 是1415年起的 這個玄塔 建於Posmouth海港的入口 在以前打仗的時候 就起了防禦的作用 在港口的沿岸都有很多這些街燈 他們好像燈籠的形狀 晚上的時候就會亮起來 他們在晚上發出的光 就可以引導船隻 安全地駛入Posmouth的港口 我身處這個位置叫Hot Wars 即是熱場 為什麼叫Hot Wars呢 因為以前這裡放了很多大炮 這裡其實是一座城牆 士兵會站在這裡觀察著 入Posmouth港口的船隻 如果發現是敵軍的船隻 就會發炮攻打他們 站在這裡一覽無遺 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 誰進來這個Posmouth港口 好 好 好 去Bly Haro 這間Flat for Sale 應該是最上層 Fry and canned 應該是最頂層 感覺很漂亮 會看到這麽美的海景 簡直是無敵的海景 走完Rand Tower後 可以到旁邊的方塔 Square Tower行走 這個Roll Garrison Church 就在玄塔附近 但我們去到時已關門 前身是一座醫院 在1212年建成 但1941年的一場大火 就燒毀了部分的建築物 这个Potsmouth一日游就渔满结束了 除了以上介绍的景点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之前说的Potsmouth Historic Dogyard 那里看看 参观那三艘为英国立了不少汉马功劳的军舰 多谢你们收看 请记得订阅、订阅、订阅、赞和分享这条影片